十二掌声和五行的妄想修修死 十二掌声我们原来说过了 在这再提是因为天干的十二掌声 它是分阴阳的 也就是说甲蚁 比如同一目 那么它的掌声的位置就不一样 那么甲呢 掌声在嗨 掌声位于灌在灵关地方 摔病死 目觉 胎 一圈撞过来 这是甲的掌声 位 那么它的相对于哪一个位置呢 掌声在一声子 那么乙的声呢 在这个地方 逢到甲的死位 就是乙的声位 那么阴干的声呢 它是绕着声的 反过来掌声位于灌在灵关地方 摔病死 这一生一死 它是相对的 但是这个声呢 它还不完全是 它只是 元气满满的 诸声 带着这么一个 积极向上的作用 那么 真正的这个假的 胎地 是在有 就是怀胎 受精 然后 阳 这个痒呢 实际上就是在妈妈肚子里面吸收营养 真正 出生之后 接受后天之气 就是生 那么乙呢 就相对来说 再往前倒两位 胎在这 这个 但是二者的交接点 你说还差一点 这是诀 以的诀 这是假的诀 这是 以的胎 这是假的胎 我们再看 这个诀 我们说了 可能是墓地 墓地之后呢 那么 三倍以内 可能还受 阴宅的 这个影响 那么这个气呢 到这儿 之后 重新 入胎 投胎 这个才是二者的 真正的 交接 转换阴阳的地方 那么这个原理也找到了 那相对来说呢 这个丙丁呢 丙在引 丁在有 一个正转 一个反转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 是这个雾土 我们通常论这个八字来说 这个雾 它是火土 动物 它跟这个羊的土 羊的火 在一个位置 屁股 但是 在这个风生水起绝里面 它这个 有的时候经常 用在身 也就是说 这个土 一个是在木 一个是在金 相对冲的位置 那么这样一圈转起来 具体的这个表啊 咱们也不展示了 哪都能学得到 我们只是把这些 原理根本重要的东西 理一下 那么这就是十二掌声 在论断的时候 有一句口诀 叫 这个 老怕掌声 少怕衰 但是老更怕什么呢 恐怕敌望 敌望也就是 急望的状态 皇帝之位 这个就物极必反 走到头 就要往下走了 老年 少不练丹 老不练犬 这个老年你还那么厉害 老不以进步未能 你还逞强好胜 还要保持那个新性的话 那就不好了 少年怕衰 就这个已经退气了 慢慢再往下走 越来越不好 那么中年呢 怕木绝胎 就这个 地方全程度四绝的状态 那么就无所适之 再往下走 下次吻 还会 我 养 泪